极限24小时逛吃贵阳 知贵阳永不过时的十家私藏小店 先去打卡居民楼附近 这家有煎油炸火锅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超级无敌巨下饭 他们家蛋炒饭吃的人也很多 还有四个凉菜和一个南瓜汤 我超爱 贵阳人的宵夜少不了烧烤 这家花园烧烤的铁板怪炉炒小肠 我每次去都要先炫一碗 再炫一个烤卷皮 烧烤一定要点坨坨肉和五花肉 强烈建议用生菜包着吃 往里面加点馋嘴花生 就一个自觉 贵阳的烫菜也不要错过 缩食项的酸汤烫菜真的强烈推荐 作为一个本地人 我是真的爱惨了 贵州菜主打一个下饭 这家藏在居民楼里的 魏香院小菜馆一定不要错过 盲点都不会踩雷 不懂贵州菜有多好吃的人有难了 喜欢诺基基的可以试试蛋加红糖玩耳高 每天新鲜现做 他们加红糖发糕也好吃 诺基基星人一定不会拒绝它